HELLO 大家好,Vincent & Billy巴拉托 跟大家說說Nike全球最大的運動鞋服裝品牌 它2023年第四季和全年的業績如何 Wearing 方面,它是比預期好一點 不過Earning Per Share 差比預期一個先 所以股價出完業績之後暫時跌了5-6%左右 Revenue 12.8B在第四季的時候 輕微上升5% 好過預期的3% 但如果剔除了FX匯率的變動 實際上Revenue會上升8% 至於Growth Margin方面 亦都是輕微地下滑 由45%到43.6% 最主要就是原材料和付運的費用 都是貴了的原因 但這個數字其實和全年的業績貨幣 持平 沒有太大的分別 在當中 即是說它不是中一部Growth 只不過是沒有爬上去 至於這個Operating Expanse 而是市出方面4.4B 就要上升到8% 不想想 那 end的利率上升到5% 但這方面 是會上升8% 所以 他在在商業績貨幣 1.2B 就下跌到17% 不過Operating Margin 由12%下滑到9.5% 這個數字 和全年下滑 由12%到9.5% 你當作250個Basis Point 但全年下滑是280個Basis Point 所以你也可以說 在第四季的時候,雖然計算 Operating Margin 雖然是不帥 但跌幅相對來說 就收窄了 對比起去年同期 以早Earning Per Share 去到6.6% 跌得差 Operating Income 跌了27% 在去年同期 有一些一次性 稅務上的優惠 所以今年回到Normal Effective Tax Rate 由4.7% 上升到17.5% 所以Earning Per Share 跌多了 如果不計算 實際上 你可以說 跌幅大約是17% 最主要是Expense 多於Revenue 至於全年的業績 Revenue方面 上升10% 到51.2B 如果剔除了匯率的因素 實際上上升到16% Operating Margin 剛才說過 大約是43.5% 比起上年同期 收窄了 原因是原材料和付銀費都貴了 Operating Income 5.9B 下跌11% Operating Margin 由14.3% 下滑到11.5% 而全年的Earning Per Share 是3.23% 比起上年同期 下跌14% 也不算差過分析員 預期 下跌很多 算是收貨的 如果你看回分佈方面 最令人觸目的 就是 按季 中國那邊 銷量上升16% 去到1.8B 如果剔除了匯率 更加是上升25% 這個強勁的增長 正如我早兩天 來分享 中國雖然很多數據 都是不靚仔的 無論是債務 又或者出台的一些政策 嘗試去刺激經濟 似乎收效都不大 再加上地緣增值因素上 跟其他周邊的國家 帶來不少不穩定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跟歐盟之間的關係 亦不見得英俊 但是 只看Nike的業績 似乎中國 有一個強勁的反彈 在當中 如果計算全年的 因為上年沒有太大的清零政策 在上年同期 所以中國的銷售 只是輕微地上升4% 反而其他地區的升幅 非常顯著 北美洲升18% 歐洲和非洲 除了中東升21% 在亞洲 除了中國其他地方 和拉丁美洲 都是升17% 有一個挺強的反彈 你看到 Nike 仍然在market share上 是一哥 沒有受到 好像Adidas的衝擊 就算在margin方面 亦能持守得不錯 價格上升 在賣的時候 又減價給你 加價完後 再減價促銷 似乎是非常成功 而且也是 嘗試回到正常 哪怕 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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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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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1%的銷售增長 服裝上升8% 服裝上升13% 還有,男女的比例都挺過癮的 男生方面 佔比是最大 幾乎佔了四成的銷量 上年就是上升 即是2023年 比起上年 上升17% 女士售增長11% 小朋友售增長10% 最弱雞 Jordan品牌 上升35% 但其實他都是underlike 你以為你買了多一點 或者什麼老虎很喜歡限量版 實際上都是Nike做出來 成本一樣 但當他限量版 或者整個Jordan 購買多一點 然後多一點來有密手 很開心 接下來 2024年的Outlook 公司預算的Revenue 大概會升 輕微地 5% 這個都算是 保守的 但是 Growth Margin 隨著 供應鏈各方面 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再加上 Inventory 貨源 各方面的倉庫 改善 都會 回到 43.5% 回到45% 有一點 back to normal 哪怕 其他的 Marketing Course Overhead 估計 都會 Percentage 是不變的 對比起 Revenue 這個可能 要去到 三四年之後 才會慢慢 令到 Operating Margin 由 目前為止 11-12% 就回到 14-16% 左右 這個水位 你也可以從一個 好的角度 現在股價滑了下去 當 Margin有上升 Revenue有輕微增長 未來的兩三年 都應該 有一個 輕微地 小的 WG growth 大約 10% 至12% 左右 的上升空間 在 Earning 方面 你看到 他的優勢 就是 他能夠 成為老大哥 他的 品牌 效應 就可以 把鞋子 或者 將一些產品 相對來說 賣一個 高一點的 Margin 仍然都有 客路 在當中 而且 未來 透過 Digital Shale Shale 網上 購物 自家店 以及 一些 在 流水線 裡面 Automation 各方面 都會 令到 Margin 有一定程度 改善 或者 在通脹壓力底下 令到 他不會 好像 其他品牌 受到 充益 那麼大 可能 保守 至於 中國 成也 蕭何 敗也 蕭何 究竟 未來 他會不會 好像今季 繼續 帥氣 還是 會充滿著 一定程度的 不確定 甚至 是會拖累到的 增長 這不單是liki的問題 可能 全球 都會 在銷量上 中國的portion 佔比比較大的 國際品牌公司 都會有一個 關心 在當中 Nike 都應該 不例外 當然 剛才說到 Invasion 究竟 會不會 如意算盤 能夠穩定 下降 以至到 那個margin改善 還是持續不變 要知道 世界各國 央行 都是透過 加息 才來 嘗試 壓抑 消費 以及 壓抑 demand 如果是這樣 即使 Invasion 有所改善 退回 央行 要求 通脹 2% Nike 加薪 燈油火辣 那些 都可以省 反省 但與此同時 就算這支 歌仔 可以彈得到 的時候 這件事 刺激到 令到消費 下降 你 bottom line 應該說 Expense 減低了 但你 Top line 又是減低了 都是沒有太大 好處 這些也是 Nike 需要面對的 衝擊 和障礙 暫時 據說 估計 2024年 Earning per share 應該可以上到 3.7 然後 2025年 可能 可以上到 4元 或者4.1 左右的水位 如果這樣計算的時候 大概 估值 130 如果用35倍 PE 來計算的話 又或者 假設 Earning per share 大約 8-10% 回報 都會得到 大約 這個數字 用 cash flow cash free cash flow discount 來計算的話 目前為止 107元 左右 我覺得 都是 值得來投資 Defiton 就沒什麼 只有1%左右 但是 這個數字 大約有20% 回報 左右 作為一個 幾強大的品牌 來計算 某程度上 都可以看 那一線 我自己 在之前 104元 左右 就入了 然後 1110元 109元 努力做作 入多多一點 當然 這個純粹是我自己的操作 和分析 意見 緊攻參考 意義 股票自己投資 自己研究 自己買 自己負責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MOOFOLY 都幫到大家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今天講到這裏